接下来本期提到就是有关于血统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大家了解就是台湾我们是处于这个地震带非常频繁的这种 欧雅大陆板块还有菲律宾海板块的这个冲击地带 那每一年平均的有感地震就是规模4以上的话 就是可以达到大概400次 因此防灾教育跟演练就非常的重要 在防灾演练不只是不再像是像如果去我们的教育 就是躲在客座椅底下或跑到操场集合 应该就是要配合使用的这个器材来协助孩童来避难 那据本期了解就是目前我们国内有许多县市 许多县市包含当然包含新竹市 它有采购给我们国小的这个学童防震头套 有个叫防震头套 那这个防震头套它就是可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穿戴然后避免遭到这个掉落物品砸伤头部 那平时也可以兼具五岁诊 还有以备的靠垫的功能 那这个防震头套还附有一个哨子 就是在紧急救助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冬天还有这个预寒的效果 让防灾可以融入这个生活当中 那这个也可以提供就是平时休憩啊 灾时防护的这个实用性 那本期想要请教就是说 本县是否可以为我们国小的学童 也编列这个预算的购买这个防震头套 保护我们这个本县未来的主人翁 那甚至购买全面购买一次之后呢 以后未来国小一年级新生入学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当正一个这个入学礼物 来送给我们这个学生 那将这个防震的意识 深入到每一位的学童当中 这个问题我请是来请教我们处长 还是请教我们县长 请教我们 好 先请教我们处长好不好 好 请教会处回答 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医长 谢谢曾堂议员对我们学童 在防灾教育上面的一个关心 我想防灾教育是非常重视 我们非常重视学校学生的这些防灾的教育 所以每一年学校都会进行例行的防灾教育 不论是课程或者是实际的一个演练 那有关防灾头盔这个部分 或者是护套这个部分 我想其实也有几次有家长或者是其他的名代 有提到相关的一个议题 那这部分中央其实之前有补助相关的一个费用 所以我们部分的学校其实实际上是被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给学生但是因为后来评估就是 第一个就是这个头盔可能会随着孩子年龄的长大 而不适用的情况发生 所以现在其实厂商也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设备 陆陆续续的来做改善的部分 我想我们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找到 可以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实际上适用的一些物品 或者是如果议员有刚刚推荐的一些部分给我们做参考 我想我们可以来做相关的演绎 希望说能够把防灾教育做得更好 好 谢谢处长 那这个在有劳处长 跟我们县长在演绎 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很棒 那另外就是针对就是说教育的话 像我知道杨建长在我们上任之后 他就对教育很重视 有努力一直在新建 改善国中小的校舍等等的 但是对于我们学师生使用的教育器材的设备 例如投影机 单向投影机 或者是电子白板 是否符合现行需要 像据本期了解 目前就有学校 家长会再发起 他要把全面要把希望更新 这个投影机 因为投影机可能是效果不好 那也会影响我们学生的势力 那这一点也是就是 再请我们处长 还有我们县长 有劳我们县长 针对像这个防震头盔 像这个教育器材设备的提升 多多的加强 多多的加强 因为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 县长在这个评比里面 各项表现大概都很优异 但是在里面中有提到一个 各县市政策在提供教育服务 及设施方面 例如中小学的教学器材 以及设备等等的表现 民众不满意 还蛮高的 所以 建设我们县长 县长 这个有劳多多的 这个来协助